哎 麦子 城市少爷都失踪了 你现在再不给我订婚 你们就等着倒闭 你们车怎么开的 我宁愿嫁给一个乞丐 也不会嫁给你这种偷婚的狗 行啊 今晚是八大集团的睡衣派对 你爸说过你不结婚 你就别想展管麦子 我看你怎么跟集团的人交代 你干嘛随便请人啊 给你十万帮我个忙 十万 做什么 你跟我说 哎呀 大房子啊 有钱人啊 小姐 你确定要他冒充城市少爷去 这气质 话都已经放出去了 再说了 也没人见过陈子薇 倒吃倒吃应该还是可以的 哟 这哪来的乞丐 怎么穿睡衣就出门了 寒酸的土包子 丢不丢人啊 不是你需要的睡衣派对吗 哈哈哈哈 大家快来看啊 这个人说他是城市集团少爷的未婚妻 怎么 你未婚夫没告诉你 睡衣派对改假面舞会了吗 哎 怎么半天都不见你未婚夫啊 不会是吹牛的吧 哈哈 麦子 我来晚了 这就是我的未婚夫 陈子薇 谁不知道陈子薇 造爷为了追求遗想 早就移游四海去了 糊弄谁呢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不就是上次那个乞丐吗 装什么陈建少 我需要冒充 这么大口气 行 听说城市造爷玩飞镖很厉害 就连把上的飞镖也能被他击落 是不是真的 试试我们就知道了 好啊 哎呦 我头有点痛 你先送我回去吧 别逞强 想溜我 不会是怕漏劲吧 没事 哇 中 中了 不 不可能 哎 王冠家回来了 那是不是说明 城市少爷也在啊 王冠家你来了 您看我们和城市的下午 我们回来了 大少爷 他这是城市大少爷 那我们 以后请多指教啊 未婚妻 不 你会不会开车 没看到人吗 带走 喂 你们谁啊 少爷 他只是个学校工 现在真的没问题吗 麦家老爷子去世 麦子又在三年前不知所踪 他跟麦子长得一模一样 现在也只能这样 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五十万 帮我演场戏 成江 老爷子去世 按照遗嘱 我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大家没有意见吧 只能这样了 毕竟大小姐不在 对啊 公司不能一一无主 谁说小姐不在了 姑姑 好久不见 麦子 你怎么会 姑姑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不可能 麦子耳后有一块胎记 只有麦家人才知道 这 真的是你 姑姑 这样我回来了 那公司以后就交给我吧 有了五十万 干完这个月就不干了 就知道它是假的 袋子是我三年前亲手推销壶淹死的 怎么可能还活着 副总 我们现在怎么办 走 去会会我这个侄女 小姐请问要洗车吗 怎么是她 我要她给我洗 喂 客员要你洗车 过来 来了来了 又见面了 我的好侄女 哦 姑姑啊 我在体验生活呢 你怎么来了 是吗 那就麻烦侄女 好好地把我这车洗干净 嗯 洗好了 等等 门缝隙还有灰呢 没有啊 我灰神过敏的厉害 麻烦侄女 还是再好好洗一洗吧 行 好了吗 还有车胎呢 洗好了 还有这车灯 你故意找茬子是吧 你就没叫人死丫头 你竟然弄掉我的衣服 我没时间陪你玩过家家 居然敢冒充 麦是签计 啊 谁说她是冒充的 就是怕和麦爷爷的亲子鉴定 他就是麦子 怎么可能 三年前你蓄意谋杀 伤害麦子 今天也该算算账 不少爷 这是证据 你居然敢背叛我 剩下的话 你留着跟警察说吧 我一定会让你想救我的 我先去开车 让你姑姑倒台 你成功了 他们对我姐弟的伤害 可不止最新 不过 我这姐夫 但是很有趣的 麦是破产 说的养父母 竟然让我代替姐姐 嫁点个植物的 少夫人 我们该走了 嘿 来了 终于离开那个爹不疼 娘不爱的鬼地方了 没想到 还挺帅 麦子 嫁给我们阿森委屈你了 你放心 如果两年之后阿森还没醒过来 我就让你们离婚 这怎么行 我可不想再回到那个赤恩的家 妈 既然我叫过来了 那我一辈子都是这个家的人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的 我一定会照顾好阿森的 麦子 你真是个好孩子 小李 现在就把北京万里书院的房产 过户到麦庭里下 还有广州珠香提示 好 三三 老公 我肚子疼 快到了 坚持一下 还好我老公是植物人 不用生孩子 可惜我们家阿森 没办法让你正常生子 如果你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可以让你们马上离婚 不是吧 又要考验我 妈 不要再说什么让我离开的话了 我是不会走的 那 那不是您的植物人的儿子 而是我沉睡的王子 好孩子 妈绝对不会亏待你 小李 把自嫉妒的新品 包包衣服 鞋子送到别墅来 好 谢谢妈 咱们走 这么吵啊麦子 又要去照顾你那个植物人老公啊 关你屁事 谁让你是养女呢 天生就是伺候人的命 未来我可是要嫁给林总的 那个学生只能你替我去叫喽 是不是那天陪老婆产检的那个男生吗 原来你就是姐夫啊 那天我在医院看到姐夫在陪一个女人产检 原来姐姐你怀孕了 什么女人 呀 我不是说错什么了吧 去 啊 王八蛋你这样敢骗我 不是你听我解释 不是 还是我老公好 不会找事 不会出轨 还给我钱花 怎么了这是 老公 你年轻轻轻就走了 我干嘛怎么办 你说谁走了呢 老婆 孙哥哥 你别被他骗了 我才是你未婚妻 站住 啊 啊 完了完了 竟然是我老板 林总 对不起啊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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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子是吧 你今天第一天来啊 你不知道在这一块拍 我帮你游肉 你被开除了 明天别来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林总 今晚是你 因为有缘期 因为小姐的身体 怎么回事 突然有个女人 闯出来 我小学看看 等等 我去看看 就是她 婚礼现场 老公都跑了 哇 这也太丢人了吧 帮帮我 你 你明天可以回去找到 谢谢林总 再见 实迟不来接我 原来是跟这个女的在一起 你想干嘛 林诺哥哥就是因为你 才没来我生日宴会的吧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 原来是个破宝洁啊 我跟林总不是你想的那样 请你放尊重点 都到林诺哥哥家里了 还跟我说清白 丑小鸭就不要做白日梦了 不然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 有病 你居然敢打我 你那个 那你现在又是什么 感动我的 被昏区 你会把你抢了吗 我会把你抢了吗 我会把你抢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